休闲卡 今天这张卡有点厉害 RTX8000 这比4090还多了一个3090 这个应该是2080Ti的架构 看这个显存的排列 说是用的好好的 突然就点不亮了 想看一下还有没有维修的必要 这个卡的配置还是蛮高的 先大致测了一下 没有短路 组织呢也都基本正常 那就上机来看看 三天之后风扇可以装 可以上电 但是没有亮机 卡B2 卡B2不过 已经认卡了 但是没有显示 主板的故障灯呢 是亮白灯 VGA爆错 这个是TU102的架构 卡B2 按经验呢应该是没有显存供电才对 如果是显存充电的话也是可以显示的 只是花屏而已 和2080Ti是一样的架构啊 但是比2080Ti多了一倍的显存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显存 它是单颗2GB的三星颗粒 24颗 48GB 好家伙 这比我电脑内存都大啊 修之前呢大致测了一下 几个基本的供电都没有短路 组织还算正常 那可以上电来看看电压情况啦 核心供电是有的 1.8V和PEX都正常 这些电压出问题的话直接不能卡了 显存供电果然没有产生 跟我之前猜的差不多 没有显存供电 所以导致卡 B2 20系列的显卡确实都这样 那我们简单查一下 显存供电的条件吧 刚好它的供电管理芯片就在边上 12V的输入呢是有的 这个供电芯片在显卡上面不常见 在笔记本上面用的比较多 查一下它的条件 12V的检测1.2V正常 供电呢3.3V也OK 开启信号也有 那大致条件也都正常了呀 MOS管的开启也有高电压 看一下MOS管的供电也是5V 哎呀供电都正常了呀 那就不好玩了 视播器测了一下 瞬间波形都没有 压根就没有出来 也不是过压或者是过流保护了 那可以考虑换个芯片试一下 这个芯片的笔记本上面用的比较多 MP2884A 这个芯片本身是带程序的 它的输出电压是可以编成在芯片内部的 不需要外面调节 把这个芯片换上去试一下吧 这个芯片好找 但是它的程序不好找啊 像平常我们用的笔记本的 不知道能不能用 那先给他刷一个笔记本的 显存供电程序上去看一下 OK芯片我已经换上去了 等它冷却一下 我再来测一下 看一下显存供电出来了没有 哎 1.25V 有了 这个是笔记本的显存供电电压 1.25V 不知道用在台字机显卡上面会不会偏低啊 波形也都是正常的 三项供电全部都产生了 那来装起来 看看效果如何 合 好 没有卡B2了 成功亮机 但是不要高兴的太早啊 还不知道这个程序能不能用呢 因为这个卡我也没有备份过其他程序 这个程序呢是我从笔记本上面读取的 进系统可以打算驱动 来跑个分看看 RTX8000 显存容量高达46G 比我的电脑内存还大 我都可以在里面给他装个温时系统了 来跑个分看看 来跑个分看看 跑分好像一般 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显存供电掉了 他这个没有背板 可以直接在背面测到 果不其然 显存供电已经是零伏了 看一下核心供电 核心供电还在 芯片应该是没问题的 芯片是料板上新鲜拆的 估计还是程序的事啊 那就麻烦了 我找了四五个笔记本的显存供电程序刷上去就不顶用 都是一样的现象 烤机一会就黑屏 但是 是吧 这个卡组啊 真够慷慨的 他直接给我发了一个好卡过来 爱了爱了 这要修不好的话都不好交拆啊 这个卡我测了一下 没有这些毛病啊 功能全部正常 烤机玩游戏都很正常 不会黑屏 对得起他的名字啊 好卡 虽然他好卡 但是玩起来一点都不卡 那有一样的卡 那就好办了呀 那我直接给他备份一下程序啊 这个在背面预留了接线的位置啊 所以卡都不用拆 飞线连接到编程器可以用软件直接识别到 他有两个MP的芯片 一个是核心供电 一个是显存供电 带程序真的很麻烦 一旦坏了的话没有一样的程序 简直是修不出来 不过有一样的程序那就好办了 直接从好卡上面备份一份 然后给他刷到那张坏卡上面 现在我已经刷过来了 跑甜甜圈 跑了有半个小时了 还没有黑屏啊 应该是已经好了 够持久 不过这种涡轮卡 上热 效果一般 温度比较高啊 也测了半天游戏 都很OK 不过这个卡估计也不是拿来打游戏用的吧 这么大的显存 用不完啊 根本用不完 我都开了好几个游戏了 显存占用 连一半都没用到 我都开了好几个游戏 都不过这个游戏了 在那里面 好几个游戏 我都会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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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个游戏 我都会给你 我都会给你 就不要